佛陀罗说是圣地以苦为先 就是希望我们对人生的苦有深切的体会 万事万物的沉住变异都有其必然的依存关系 友情生命的流转与环面也不成背离这个道理无常 所谓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甚可不畏 面临无常之际佛法就像是锦中 自治震撼 具具真实 地震 水灾 风灾 火灾 就是新的变化 比如我们贪欲强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水灾 趁心强就会地震 会这样 所以看不得别人好 好 我们要随喜 别人好 要让它更好 也不是就说好就好了 不是这样 还要更好 那这个是这样 那这样不是佛教讲说要知足常乐 这个才叫知足常乐 所以叫精进 这个才叫随眼 是积极乐观 不可能的是 不能的是我们要尽量去克服它 这才是对的 要有一种乐观积极进取的方法 所以火灾 风灾 各种灾难多 你看不要想这个 就是即使没有这些 也有什么心病 甚至我们身体的病 癌症什么各种病变 都非常的广泛 非常的多 那这些因素都是业力要造成 可是我们要了解业力因果 而不是推给业力因果 现在的佛教都是怎么样 说我们的这个灾难 有什么人家骂我们对我们不好 都是怎么样 都是因果 都是业力 那么这个那就甘心去承受 那么就说吧 当做还债好了 那这个叫做借口 虽然是可以修 但是可以听得出来 这个叫借口 不会走得太远的 这个是有问题 事实上就有矛盾性的 那借口 就是我认知不好的人 我不要看你 我不要理你 我闪可以吧 可以解决战士 治标不可以治本的 这没有面对的力量 世间之苦无量无边 来自众生的起祸造业 想要脱离苦报 唯有了知苦地 断除苦因 才能度月无尽的烦恼苦海 所以佛菩萨都以苦为师 确实的认知 因能赶果 在阴上修善法 以阴修果 未来才不会招感苦的果报 时邦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